我請教郡縣委員 怎麼觀察今天的發展 第一個 我覺得柯文哲是很厲害很可怕的 他喊的那個什麼執政當局 你有什麼證據 在門口受妨礙的 我覺得他是到最後一刻 還在鼓動小草 要去攻擊司法單位 因為這個搜索啊 搜了多久 四五個小時 誰帶隊啊 檢察官帶隊 在你家 檢察官在你家四五個小時 你跟他怎麼樣 無言面對嗎 你可以問檢察官啊 你有什麼證據來搜索 你有問嗎 你敢問嗎 你出來外面見到記者 喊說 執政當局有什麼證據 他主要就是把這個 今天這個司法的行動 塑造成政治迫害 你看他跟黃國昌的講法口徑已止 黃國昌開口閉口 執政黨搜索在野 司法單位的一個行動 而且是昨天就開始 那我有一點 就是說昨天的偵訊 一定有某種程度的進展 否則啦 一般的猜測就是 昨天是搞了幾乎兩天 一天一夜 那中間這些辦案內 都沒有休息 緊接著 幾乎休息不到幾個小時 又馬上發動去搜索課文 我就說北減的王俊麗黑掉 現在要拼由黑翻紅 所以這個一定是大概 當然可見他幾乎都總動員了 可以動員的人力 通通動員 但柯文哲問的也沒錯喔 他說你有什麼證據 坦白講喔 柯文哲不只是個在野黨黨主席 他是一個有重大影響力的 的政治人物 而且還是選過總統的 我是覺得 柯文哲你講對了啦 如果沒有很明確的證據 法官也不會準啦 檢察官也不敢帶隊去搜你 去搜查你 而且 而且柯文哲 在這個 在這個事情過後 我看民眾黨今天要面對的就是 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 要怎麼辦嗎 因為柯文哲之前 面對政治獻金的那個爛帳 他大概也創了歷史記錄啦 犯了錯 然後宣布自己休假三個月 那你現在民眾能面對的 可就不一樣了 柯文哲今天的最後證據結果會如何 不清楚啦 但是 對於 沈進金跟那個應曉威的被收押 柯文哲勢必啦 要潛水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這個代理黨主席會是誰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昨天民眾黨沒有任何一個人 敢講話啦 全部都乖乖的陪著柯文哲 開那個胡說八道的記者會 後面立委站了一排 如果按照黃國昌的標準 如果是別人犯的 或是別的政黨 早被黃國昌臭罵 黃國昌早就跳出來 什麼太離譜了 因為爆發了 柯文哲還跟 那個沈進金去唱歌啦 進一步爆料是 原來他跟沈進金啊 見過很多次面 柯文哲講話很厲害的 他說就讓我一次 唱歌一次啦 那見面其他的恐怕就恩賜了啦 那沈進金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跟柯文哲說 你的手下在跟我要紅包 照理講這個要講吧 沈進金不是發一個聲明 說有人跟他要紅包 那你見到柯文哲有沒有問他 有沒有提醒柯文哲 那柯文哲你有做什麼反應 我問你喔 沈慶慶喔 因為我知道他身體不大好 花八十歲了 壓下去的話 大概這個命喔 這個很難搶 他會不會直接轉做污點證 你怎麼猜測判斷 檢察官一定會提供這個機會給他 哎呀 一定會給他啦 而且污點證 住罐桃租飲員 怎麼住的罐牢房 而且這個機會 這個時間有點緊迫喔 如果萬一 映小薇先舉手 映小薇先舉手 如果他講得夠了 那你沈進金就沒機會了 所以你要當污點證人 要有時間壓力喔 因為現在壓了三個人嘛 那同時啊 沈進金發表那個聲明喔 第一個那個當的事件寫好了 你當天被收藥你哪有時間寫 好 那你喊的那個 有人來收我們包 那我沒答應 那算不算隔空串證 算不算 現在大家要知道喔 收藥就剛剛我們主持人講的 他很多的要件 要件裡面 這個串證也是喔 可夢者今天做了一個 我覺得是 冒險啊 但是愚蠢的動作 他雖然最後時刻啊 還鼓動呼喊小草們 這是政治破壞 你們要攻擊司法當委 但是啊 你那個接受訪問講的話 他裡面講的話 我也可以隨便解釋 我也可以解釋為 你到底有沒有在對誰講 有沒有在竄著 其實帶他出來的那些人啊 已經給柯文哲很大的禮遇了 對 通常怎麼可能讓你有什麼 講話還受訪 對 他是受訪欸 對 而且講了好幾句話 對 他最後是檢察官發現不對 才把他打斷 對 才把他帶走 對 已經讓你講話了 你講的話 裡面內容有沒有 沒有串證 你有什麼證據 那你是不是講給某人 我們不知道 還有柯文哲沒有開門的那一段時間 這個你只要事後被發現 因為他一定會扣 有滅證之力 柯文哲的手機平板電腦 如果在一個多小時裡面 你有打給任何奇怪的電話 我講給你聽 這個我有研究過 比如說他那一個小時 他刪除檔案 可是現在的三系檔案都可以復原 都可以復原 他只要有刪除的動作就滅證了啊 對 那為什麼 所以喔 我跟你講他 他不知道 我是進入此案之後 我發現 他們是會計的文盲 跟法律的文盲 法盲 這個叫法盲 他們是雙文盲 財務會計跟法律的雙文盲 如果你在一個小時裡面 你有動了任何的 刪了個檔案 甚至打了個不該打的電話 就滅證了啊 創供了 就有可能是有創供的 那因為 基本上現在 其實政治觀察的是 接下來民眾黨怎麼走 民眾黨第一時間會推出黨主席 那我覺得 比較有可能的 當然是黃國昌 因為誰能號令小草 比較有這個實力的 當然就黃國昌 可文哲從此以後啊 不能再拿著第三勢力 在招搖撞騙 但不代表他的接班能不能繼續 對 對不對 所以只要小草不死 他都有春風再生的機會 對 那誰比較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看起來 當然就黃國昌啦 就所謂黃國昌 那能不能接班嗎 那這個案子其實剛主席也講到一個重點 陳慶金他曾經當過國民黨的中常委 他基本上他就是藍營的金主 他跟國民黨關係當然密切 為什麼他的案子 好龍斌任內辦不了 不敢辦啊 這個違背現有的法令嘛 那唯一就是你市長要特準嘛 好龍斌不敢嘛 那柯文哲你看他拖到第二任 柯文哲中間又選過一次喔 對 拖到第二任放水 坦白講選台北市長要不要花錢 要還是要花錢啊 那第二任的時候啊 你看 柯文哲介入以後 這個事情才有轉還啊 否則之前 這個運小會開了幾十場 二三十場的那個協調會嘛 這個一個民意代表來講的話 異常熱心啊不可能啦 我沒當過民意代表 我們現在協調會 開個一場兩場 我大概就知道這個 有沒有機會過了 我覺得他如果拿四千多萬的運作費 有可能開很多場啊 但是如果 外頭開場子都有行情的 但如果你市長那關沒有打通喔 你開了三百場也沒有用 你拿了省盡盡的錢 你事情辦不妥啦 所以 所以這個一定是大概 到某個程度以後 認為有機會了 像柯文哲開始介入 所以 未來這個事情 我認為 還有更精彩 因為柯文哲可能不只一個案 或者是說 神經金變了那一點八億 公關費用 很少 很少 帳目寫得很清楚 而且我認為民眾黨內 現在 的財務 有哪些管理的 其實我認為柯文哲是霸帳頭 下面有些人可能各自都有狀況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分錢的時候可能大哥拿大拐的 小弟小妹拿小拐的 那現在先不用預設立場了 反正大家那麼認真拼選舉 都是有代價的啦 那真的只有柯文哲帳目不清嗎 我可以確定的是 柯文哲的金流 確實有詭異怪怪的不清的地方 可是正常的檢察官喔 既然都已經收了拿資料了 帳目來比對喔 黃珊珊也會比對啊 黃國昌也會比對啊 陳志涵夫妻都會比對 但有一點喔 圖利罪是不必有查到現金流 因為柯文哲准的這個案子是違背現有法律規定 對 就違法了啦 對你超越現有法律規定 那你是用什麼狀況下去准他的 那其中最要命的是 從頭到尾官員都反對 對 都紀委員都反對 那只有你一個人違法還放水為什麼 那這個就是標準的土利 反正我柯文哲這次恐怕很麻煩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